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特區政府昨天開始實施全日禁堂食措施 既離地又擾民 卻在市民的一片罵聲中 來到今天決定跪下撤回 政府發言人說 在檢視了餐飲業務昨天實施了全日暫停堂食措施的實際情況之後 就說明白到這個措施對於上班的僱員帶來的不便和困難 因此特區政府決定從明天即是7月31日開始 餐飲業務就可以恢復日間 即是從上午5點到下午6點的堂食服務 餐飲處所裡的顧客數目 在任何時間均不得超過該處所通常座位數目的一半 並且不得多於兩人同坐於一台 實情這些無稽的擾民措施 從一開始就不應該是推出的 但是現在官乎整班建制派保皇黨的反應 似乎他們就好像想和這個措施 割夕 置身事外一樣 但是看回相關的報導 原來這個全日禁堂食的措施 是在今個星期一即是27日的時候 經由行政會議通過 在行政會議裡面 有很多都是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包括了民建聯的葉國謙 和張國均 自由黨的張宇仁 新聞黨的葉劉淑儀 以及工聯會的王國健 這些人到底在行政會議裡面 就著全日禁堂食這個措施有表達過什麼意見呢 是反對還是贊成呢 而且這班人就算是贊成也好反對也好 行政會議是行的一個叫做集體負責制的嘛 你這班人絕對要為全日禁堂食負責 你不能夠把所有的責任推卸到特區政府身上 這班人都是有責任的 怎麼能夠現在走出來 猛禁堂食負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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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區政府行政會議是不對的 行政會議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當時這個行政會議會通過了全日禁堂食 建制派怎麼能夠置身事外呢 還有我在Facebook看到那條李梓敬發言 笑死人了 他說陳肇始是廢官 如果陳肇始是廢官 我想請問葉劉淑儀是什麼 是廢人 還是什麼 葉劉淑儀是行政會議成員 他有沒有去開會 星期一召開這個特別行政會議的時候 他在行會裡面對於這個措施是贊成還是反對 如果是反對的話 行會是行集體負責制的 如果你是對於某些措施 你是反對到極的 你可以辭職 以表達不滿 如果你是沒有表達到不滿 沒有辭職的話 你是要發集體負責的 大佬 如果不是整個行會出來 分崩離戚 離心離德 有什麼用 這些政客的嘴唸 就是離了大譜 我不是要幫特區政府說話 特區政府推出這個全日金堂式 當然就是離地到沒有譜 是不是 正如信報的余錦妍專欄 今天所說 就是斥責這班人 是離地的 一些人就有秘書幫他買飯盒 一些人甚至乎是自己帶飯 根本上沒有辦法體驗得到民間的疾苦 完全就是不吃人間煙火 制定措施的時候 自我忠心 完全沒有作出一個通盤考慮 沒有從市民的角度出發 但是行會成員正正就是要幫手出謀獻冊 當時有沒有勸告特區政府 要聯崖勒馬 為什麼來到今天 發現撞板了 市民要蹲街吃飯 要日曬雨淋 才懂得醒 當時沒有討論過難道 還是實情是怎樣 真相是怎樣 還有我有一件事想質疑 特區政府在星期一的時候 就公佈了一些所謂章詞有道的防控措施 包括從星期三開始 實施全日金堂式 以及將限聚令人數 從四人降到兩人 你的目標就是為了防控疫情 為什麼你來到今天突然間會肅殺 會招令直改 為什麼要取消這個全日金堂式 你豈不是告訴市民 當你制定這個措施的時候 背後完全是沒有科學根據 完全是單憑 長官意志來閉門造居決定 如果你真的要防控疫情的話 按照計 你應該是擇膳固執才對 應該是實施夠七天 為什麼你撤回了它 根本上沒有科學根據的東西 不如你特區政府就做少一點 香港第三波的爆發 就是源自於你特區政府 放生的免檢人士入境 香港理工大學的研究團隊 已經做了基因排序 通過科學鑑證 來論證得到這個結論 陳肇始也承認 是跟免檢人士有關的 你現在搞這些措施出來 有什麼作用呢 請問是 不如先練習吧 不如先吃香吧 好嗎 不要吃飯了 真是神經病 除了這個特區政府離譜以外 還有一個著名的撐警藍絲藝人 就叫做馬蹄路 他在昨晚在Facebook那裡發表了一篇貼文 就是要幫特區政府這個 全日禁堂食的措施補價護航 後來就招致大量的網民評擊 到底他是怎麼說的呢 那篇文章的標題就叫做 香港人突然驚鬼 他就說 由50年代至今 只要去掃街 大家都意會到 是去吃街頭小吃 普羅大眾也曾經試過 嘟魚蛋 豬大腸 雞蛋仔 或者臭豆腐等等 邊走邊吃 而且吃得很滋味 更加喜歡坐在大排檔 豪食暢飲 誰會埋怨 吃一口魚蛋 一口陳 那個年代香港的天王巨星 沒試過放飯的時候 捧著飯盒在街邊吃 尤其是TVB出身的演藝員 和拍攝團隊 地盤工人清潔工人 在公園下棋的阿伯 都是一邊下棋一邊吃飯 又或者在職的OL 都是 時常叫外賣 或是帶飯留在公司吃 中午放飯 難得走出公司範圍 誰會埋怨 為何不能夠堂食 實情這傢伙根本上是 強詞奪理 首先這傢伙是比意不倫的 有可能將街頭小食和放飯 午餐作一個比較 完全沒有可比性 街頭小食 可以說是情趣 而且是市民通過自由意志作出的抉擇 他可以去 可以不去 他可以選擇 但是現在特區政府搞全日禁堂食 就搞到市民 沒得選擇 被迫買外賣 叫酒來吃 而且是被迫沒得坐在餐廳裡 吃一口安樂茶飯 所以這些極端藍絲 真的沒有邏輯 有得選擇和沒得選擇 已經是一個分別 而且主動去街頭掃街小食 和被迫蹲街吃飯 又是另一個分別 然後他還跑去批評市民 他說 今天開始 實施七日不可堂食 避免人群聚集 交叉感染 一群香港人 好像從來都沒經歷過在街上和公園吃飯盒 極度委屈的怨天猶人 原因是什麼 就是為反而反 極度優質 香港有750萬以上的人口 豈容你妄顧他人利益和生命危險 而致法律之不理 你真的要罵特區政府 為什麼特區政府不責善固執 為什麼不堅持下去 今天在市民的一片罵聲當中 就說由明天開始可以恢復堂食 你馬提路快點去批評一下他 特區政府是不是向市民向民意跪低了 現在說話都沒有譜 明明就是你馬提路 明知特區政府這些措施 倒行逆施與民為敵 你也去盲撐 你也去保駕護航 還好意思反過來斥責市民 是突然珍貴的 請問市民去餐廳吃堂食 有什麼這麼珍貴 這些是做人和做顧客的基本尊嚴 馬提路 不要禮橫折曲才行 還有他說誰沒試過 在街上吃飯 可能很多人都沒試過 因為現在社會進步了 如果你經常要找回幾十年前 一百年前的東西來講 以前那些人的衣服都沒得穿 是不是要回去那個年代 72家房客 個個只是住板間房 住籠屋才是對的 社會是向前的 社會是進步的 麻煩你啦 為特區政府那些 乳民為敵的擾民措施 你也可以強行幫他鬥 所以就招致大批的網民批評 四千多人真是罵你 另外他還說到 為了疫情實施限聚令 防止非法集結 避免人群聚集交叉感染 總是一班人 正面挑戰法治 引致社區爆發 然後又埋怨政府的工作不足 想怎樣 社區爆發已經是有科學論證 跟這些限聚令是無關的 麻煩這些人看看報紙新聞 有沒有看理工大學的研究 人家做了科學監證 做了基因排序 發現得到不同的樣本當中是有連繫的 而且是跟境外輸入個案是有連繫的 就是跟那些免檢人士有關 這些東西是有科學根據的 麻煩你看看 不要在網上胡亂吹 為撐而撐就視為盲撐 難怪當年播真情的時候 紫浩露刮尾尾尾 那麼多人拍手掌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